週四 江蘇、雲南都出現確診病例 其中 江蘇新增11例 疫情進一步升級 南京34個小區封閉 中風險區一天內增加到10個 全市民眾強制做核酸檢測 南京路口國際機場累計至少17人確診 機場及周邊暫時封閉 疫情爆發前 南京曾大規模接種國產疫苗 6月份接種了第二劑 到週四 路口機場已經取消了521架次航班 《環球人物》雜誌報導稱 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受採訪時說 自己注射了三次疫苗 而且是不同種類 據美聯社報導 高福4月曾公開承認 中國疫苗防護率不是很高 至今 中共當局仍然沒有批准使用任何外國疫苗 強制大陸民眾接種國產疫苗 印尼週四新增1383人死亡 創下新高 當天新增33772例確診 印尼當局稱 由於Delta變種體迅速傳播 延長防疫措施到25號 韓國單日確診1842例 創疫情以來新高 第四波疫情近期蔓延全國 當局正在考慮延長首都圈最高級別防疫響應 並加強非首都圈的防疫 日前緊急返航的海軍亞丁灣護航編隊 新增確診病例19例 累計266例 陽性率高達88% 新唐人記者李梅 雨薇綜合報導